回到香港话题 相当过瘾 昨天林郑出席了最后一次 就是在她的任期来计算 立法会的答问大会 我们都知道 最后一次 大家都会手松一点 不会对她的迫迫 真的没有迫迫 客气了 客气得来也挺过人的 看到她们说话 我都要想 其实每一个立法会员 排队 想想什么跟林郑说的时候 当然客气得来 可能有些尖锐 尖锐得来是有些客气 有些要赞美 但在这些人的口里 要她再赞美林郑如我 这有点奇怪 我们看到了 其实第五波疫情来说 可能一个月前 都还在说 有什么时候全民强檐 很多不同的事情 之前何君瑶 她的目标 都有问过 林郑月娥 会不会是上个月的月中 会有全民强檐呢 又说没有水晶球 怎样怎样 水晶球这个说法 就已经成为她们这些黄友的一时佳话 这个水晶球都 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 插得这么厉害 理论上来说 昨天又不会有很多的赞美 但是又离奇 我马上又想起一套韩剧 有时也提到 那些黄友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 但是昨天竟然有续集 续集是什么呢 还在议会上演 那个续集的名字有点不同 虽然是精神分裂 但没关系 其实他们说的话 都知道自己是精神分裂 是不是 你上个月才逼她 有没有那些全民强檐 或者为什么你这么慢 这些反应 很多老人家鬼天 得出就不怕尴尬 真是好东西 还要狂赞 有个还赞林郑人美心善 哇 之前射得很厉害 好像不死也没用的态度 现在是180度 360度转变 打了整个空翻 很分裂 等于何君尧又说 很愤怒 那时候还用zoom来开会 散崩地裂一样 愤怒很多 爆了 很多不同的东西 我们拿出来说 一些精神分裂的例子 大家不妨听听这班人 他们的精神分裂状态 究竟去到什么程度 听听觉得哪一个 是需要尽快接受治疗 不要耽誤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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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 那我们举个例子 不如先谈植物太太 好吗 好 这个很过瘾 他就说 林郑你是回归以来最辛苦的特首 还说要向你致敬 真是很尊敬你 向妹妹致敬 挺搞笑的 你这句说得出口 林郑是最辛苦的特首 所以她的辛苦来源 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你也有份 她有份射的 你有份给她带她 在行会外拆大台 甚至还养一群男形意见领袖 还在网络上 向她大肆批评 及其她的团队 即是局长也好 谁也好 什么都好 又是陈兆史去踢一踢孙玉 或者很多不同的东西 又是林太又是什么 但一方面又说我跟她很熟 看到我都咬多杰力 这些人是最认真的 扮熟又不停咬人 很有趣 她是一堆一堆在那里咬 就是在那里小咬 即是脚不停咬 咬到腹都坏了 这些这些 这些辛苦 其实变成了多一些民怨 令到林郑月娥的施政方面 或者要平息这些民怨 之后再施政 甚至乎因为这些民怨 而调整自己的施政 都要的 我们试试想像一下 是吧 是的 没错 你要花多些功夫去处理 这些额外多出来的问题 变成了 而这些额外多出来的问题 本来就没必要的 只要议员配合政府的政策 多一些一起去 例如鼓励人去接种疫苗 或者去鼓励其他人 要跟从这个防疫指示 但那些议员过往没有这样做 是的 又说 买乖很乖的那些 都挺有趣的 其中有一个 就是那个 在立法会选委界 钢管舞女王江玉宽 哇 厉害 看我们的节目 不要走 你立刻按 钢管舞很棒 看你如何跳钢管舞 你找了江玉宽 是怎样的 你看到他 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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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说正 是吧 我们正 钢管舞女王如何赞 林郑 很有趣 我马上找他 有什么视频 看他说这句话 与此同时 叶楼淑书是怎样的 即是超嘴妙妙的 光玉宽说什么 作为香港第一位女特首 林郑 简直是女性自立的榜样 说到她是女竹豪杰 那种女性的典范 贊到这样 之前你们在第五波疫情 三九不埋传 几天又联署 又说什么联名信 接着又哪一个政党 又说有什么建议给她跟进 做 这么多这些东西 突然间又说人家自强自立的榜样 你是不是精神分裂的 跳过滚 你转到暈了 也有可能 跳过滚 会拼到水法 即是摸一条柱子转转转 又上又下 他连性也转了 转了性 转性 转性 自立自强 不是吧 不要这样玩 不要这么辱马 什么卖口乖 有些媒体说 很卖口乖 不是卖口乖 觉得很有趣 肉麻当有趣 事实上是精神分裂 但是 叶柳听到这一句 为什么会很冷 本来是我做的 本来是我的 我不自立吗 我不自强吗 我一直都这么自立自强 不用你说 好像严太叔 林郑心想 然后叶柳说 你看我连她老公都没有卖 我还不是自立自强 你看她还有个林生 他在那里说一说 这些 可能 这个是猜的 这个更好笑 选委界里面有个议员 叫做洪文 今天就看了 是洪文说什么 第五波疫情最困难的时候 林郑月娥坚持没有做全民禁足和强檐 让香港人少了些折腾 哇 什么事 你刚才不说 你现在才说 你怕了何君耀吗 你射他吗 你射他吗 你射我何君耀 是战狼中队 那就是战狼 你不是 所以 当时就这么春了 当然 你只看到有个大约的黑超 我常常都不肯脱出来的战狼 我都认不出什么样子 为何融了我 是猛狼 你害怕的 那时候 原来你是觉得 原来会折腾到大家 原来你对于全民禁足 都这么有意见 先不要说反对 证明你这些人 弃善怕恶 你现在才不说 你真是 你这么迟 是不是 早了 可能 那时候 议会辩论的时候 你不说 真的 你应该出声的时候 不出声 到现在 无关痛痒的时候 就不怕说 你这样也行 这些人 那一刻 好笑 所以我说 是不是精神分裂 突然间又说 哇 香港人会很折腾 但不是 你不是傻的 何君堯 他说 快靓正方式 两把A4纸 已经教了你 如何做全民强檢 跟着我们这个计划 就没死了 还找几个 弹散 一班白痴 痴痴呆呆坐在一台 还在 用Zoom 说 如何做全民强檢 这些浪能源 我看到 八十多伙 我肚子都乱了 你几个在那里 聊完 就可以做全民强檢 不做就不做 对不对 这些好笑 然后陆仲雄又说 今届政府对于劳工界做了很多好事 简直成果非常好 例如法定产假 事产假 统一法定假期 完善职安法则修例等等 过去有人形容林郑 好打得好记性好有心 有承担 IQ高 他也熟悉政府的运作 哇 精神分裂吗 之前你不敢说 之前有很多意见 陆仲雄先生 你对林郑很不满 过往是 尤其是工联会有很多议员 都对林郑很不满 最精神是什么 不满到说粗口 粗口卷 没错 说完喝奶奶之后 就变成奶奶娟 以为整个人就像牛奶一样 纯洁才行 不是吧 这么大小 不是啊 正义啊 正乡啊 牛奶浸肉啊 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些陆仲雄 只是说回这一堂事 疫情的时候 只是说做得不好 怎怎怎怎 但是过去人做了一些好事 有一个战绩 你大概就知道这个人 他能够统述这些东西 或者处理一些不同的事情的能力 究竟去到哪 那为什么疫情和你们事与原位 当然有个原因 是的 原来陆仲雄 之前曾经有过 在2019年 曾经有一行 对林郑不信任动 以投赞成票 哦 这样 这个真是精神分裂 这个要快看医生 这个人分裂得很厉害 是不是 不鬼上身啊 他对这件投赞成票 这件事 有国公道歉 是吗 我认为他分裂了 这个病也挺长的 是不是 他分裂开又合体 合体又再分裂 是啊 这些没得救了 没得救了 看来都是麻烦 那些堆填区 有没有位置剩下给他们 好了 还有邓鸡彪 就是人美心善来形容林郑 虽然你这几年很辛苦 白头发也多了 但是我也很认同这个说法 他的白头发可能有几条 都是邓鸡彪 多得你不少 没错 这个邓鸡彪 我数回你 正在第五波疫情 你又学人做些什么东西 什么WhatsApp 或者什么热线 接受市民的电话 都不知道是不是 然后突然又说 今天热线做心星 其实精算是什么 有位市民跟我说 他说他得不到 就知道打电话很久 他求助无门 我邓鸡彪 终于派人拿一些东西给他 城市故事 嘟嘟嘟 我撞你的鬼 是不是 日日在弄这些 一定有这些 有得吃的东西你不说 是吧 不说的 好东西不说 坏东西说到尽 当时就是这样 人美心善 你当时还要用这些手法 搞到林郑特意搞到 一些人没有饭吃 你看看 做不做全民强剑 快点 截断传播 就不会有这些人 你看看 你很狠狠 就是这样的 你们这些人 白头发 也不知道什么 接着 另外有些也挺好笑 例如自由党批发及零售界的邵家费 他也说一下 马上就数回一些 林郑任期里面 例如禁止加热烟 取消强积金对冲 这两方面 虽然 但自由党对于很大意见 这两方面都 反对 都没了 立法会通过 都明白 特区政府需要平衡各方 你现在才知道吗 现在才来说 你明知道特区政府要平衡各方 但当时他不是的 他插得很厉害 有很多事情要讲求平衡 不是做就做 例如那些全民强檢 又分多少个小区 又说这样 那样 其实政府也计算数 尤其是何君尧带队 又说最多 甚至乎 这些什么 TOL 和立法本联 弄了联储 弄了联储 又说要求中央 然后这些又不知去了哪 其实这班人失益 还是什么 还是精神分裂 有什么事 现在又不需要 不知是求不到 还是怎样 你当成是黄大仙 你是求签 不行 黄大仙 好像不行 先气不够 下次再求过 这次不行 下次再求过 通常人们就是这样 继续再说 一定有人欢喜 有人愁 希望麦美娟 在昨天的强积金条例 对冲强积金那些东西 搞定了之后 应该会过来 咳一口 多谢 麦美娟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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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出烟 留给你了 少家费 是不是 接着还好笑 还说 称赞林郑的大令下 渡过了两大危机 咳 你们觉得有吗 自由党 你不是说要通关吗 未通关你也觉得大领导吗 已经过了 现在没事了 现在又说大领导已经渡过了 是吧 19年都算是渡过了 那些黑暴油 疫情来说 其实第五波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 未断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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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疫情始终会反反复复的 还有 内地呢 内地什么时候准备到可以通关呢 这个也是内地的有关部门才可以想得到的 也不是特区政府能够处理得到的 对不对 谢谢林郑都说了 香港就夹在中间 一方面要跟世界 一方面要跟内地 香港有自己又有自己的特色 究竟是应该怎样呢 那个平衡和取态是怎样呢 就考起李家超了 李家超暂时来说 虽然他说就不是很说什么口号 但我听来听来都只是一堆口号 究竟他上任之后要怎样处理呢 还有我们要记住 李家超也最近 他的后任办公室 成员都听了 陈兆祠说说近来疫情的状况是怎样的 他上任也是烈手东西 到时可能是何君尧才慢慢问他 对不对 没错 到时先吧 现在快上了 到时就知道味道 味道究竟是什么味 甜酸苦辣 还是全部混在一起 一碟 应该混在一起 一碟上 应该似乎是 吃啊 哈哈哈 这个麻烦了 接着更有趣 就说 原来最近 政府方面 有很多剪彩活动 然后邵家辉 好像如梦初醒 原来政府做了很多东西 你现在才知道 邵家辉 哎呀 为什么我现在才知道 就是之前被一些东西被盖住了 我这样 你猛的吗 猛的 可能 你不会揭开来看看 可能是 你自己是立法会员 一个党员 一个党员 一个党主席 你们自己 是否应该会比起其他人看得清楚 你可以跟别人说 哎呀 有些东西被盖住了 我不知道你们做了很多好东西 我骂错你了 插错你了 对不起 插错了 对不起 那意思 要不要开单单给你 插你这些东西 收钱 不要这么瘋 所以你看到这些人 精神分裂的状态 都挺大害怕 很严重 反而去到最后这一天才发作 那些人 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没有发作 哪位呢 这位依然这么瘋 就是这个出了名神的 田北辰 是的 林郑就说交出了一张 无愧于自己的成绩表 说完这番话之后 田北辰就说 什么呀 对自己无愧而已 你有愧于国家 哇 正不正 反而是他才能够始终如一 保持得到 是的 这个很厉害 反而是他没有精神病 他还没有痊愈 他没有痊愈 他有精神病在这里 他说的都是始终如一 都是这么瘋的 突然间又说 你的成绩表真的很好 很高分 那些这样 就证明他都叫做分裂 众人皆醉 就是我读醒 其实也挺可憐 到最后议会 要么是瘋的 要么是精神分裂 要么是神的 要么是神的 就是两种态度 妹妹 有时候 辛苦了 辛苦了 这种态度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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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安排 我想他不会的 我呢 我想他不会的 如果不会 就太可惡了 我还记得 有一次林太太 就好像特地 买了一些生日蛋糕 邀请阿叶太太 邀请阿叶太的 在行会 开完会之后 一起吃蛋糕 唱歌 唱生日歌 有些照片就流出了 如果林郑也这么有心 就买个蛋糕 和你生日 给你个驾驶 如果他一旦要离开 就是完成公务员生涯 你就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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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最无礼就是这样 收礼不回礼 应该要 我们先读一下 台有没有什么留言 可以读一下 Cony Chan说 全部都是制造笑话 自我陶醉精神分裂症 这样吗? 有些不舍得林太 这个笑话很贵 他们每位都十万元 月薪而常穿 每个发言都在计算钱 有工资计算下去 是贵的 非常贵的笑话 请台人继续 Fay Apple说 说自己呀 我想也是 Jason Tam说 对着这帮政棍 真的曬冷气 冷气是长开的 很贵的 所以穿西装穿得这么厚 穿得这么有型 真的 李梓敬 这段时间贵了 你看他买西装 换了新西装 一看就知道 镀身订做 镀头都不同错 你看看西装外套就知道 肩膊和腰 你都知道这些人 骑骑骑骑骑的 身形的比例不是那么好 突然间穿西装外套 突然间穿西装外套 那便就计算了 飞药都不穿了 现在病在一边 飞药都不穿了 飞药 出来去见街坊的时候 去见街坊的时候就穿了 草根味的时候就穿了 哇 立法会也会穿这些 要假扮有草根味 他从来都不是草根 一出生都不是草根 肥咪妈就说 真的替灵太开心 不用每天对着这些怪兽 真的会正心病 我也同意 这些怪兽真是麻烦 扣给力克那一套 飞越风人员 好 KOKIMI 整班草定子弹打下一个 看看什么时候打 看看谁打在第一炮 这个就很厉害 我们记住 那天是个纪念日 正式向李家超开战 守战 哪一个位置做得不好 我们留意着 那些什么 蓝营意见领袖的时候 应该 应该 一开始就不会向李家超埋手 向他下面的局长 通常都猜到 套路就是哪一边不熟 或者是否还没上手 做成这样 按下按下就开始违饼 通常这些 古惑仔 迈去打一个人 通常都是这些 什么 是违饼的 什么 看什么 其实没有看你 就是这样 Conny Chen就说 全部都是制造笑话 自我陶宅 精神分裂 整 合不回来 没得黏 就是黏了 就黏不回来 不如这样 我们今节 说这个话题 暂时来到这里 还有下一个话题 先休息一下 好